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拜登是在美国时间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两次快筛 那么都是阴性的 那么根据美国疾管局的建议 隔离五天快筛阴性就可以解除隔离 但是必须要戴口罩 那么拜登私人医生就说 因为少数服用新冠口服药帕克斯洛维格的患者 有富洋的情形 所以也会接下来增加拜登的筛减频率 那么在稍后台湾时间十一点半 拜登将在白宫玫瑰宇言发表谈话 这也是新冠确诊之后 他审刺和记者面对面 那么各方关注的是 拜登什么时候要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白宫是说期望这个星期 那么今天拜登增加的行程 还是没有和习近平通话这个项目 但是拜登解除隔离 这也代表所有的公务可以恢复正常 那么拜登跟幕僚开会 或者是办公这个限制也会变得比较少 尤其如果和习近平要通话的话 身边必须要有翻译 那么还有国安人员都要在身边 这个国安幕僚要在身边 所以可以预计 那么美国媒体报导都是说 美国时间的星期四 那么接下来众所关注就是 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 去播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